上海的生活成本两年来涨了三倍 这是基深国际大都会的代价 套句大陆用语呢 如今在北京上海 想要过上小资生活可不容易 提起小资这个用语 它不是这个偶像剧里面省吃俭用 不畏挫折 职场上奋力向前冲的意思 那么中国大陆所谓的小资 指的是小资产阶级 还并不是所有上班族都能够叫得上小资 他必须要拥有一定的财富 那么收入上虽然比不上 年赚两三百万的中产阶级 但是也绝对比一般人要来得高 他们重视生活品位 有文化素质 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 近年来大陆对于小资 甚至还有一点贬义的意思 认为这一群讲究小资情调的人 不思进取 不关心国家大事 只追求个人生活的舒适 在正确认识了小资定义之后 我们再比对那些在大陆打拼的 台湾年轻人实际生活 物价涨 房价涨 就算是租房子呢 一次要付四个月的租金 也就是说压一个月 然后付三个月 这加起来不是一笔小钱 为了减轻负担 通常需要两三个人一起合租 才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品质 穿着东京T恤 租屋处 帆布的大门旁老旧信箱 很有三菱年代老上海的工位 白天不在 他没说到我他会给你断电 他就不然给你断电 然后女孩回到家 忽然发现没电了 不像在台湾有人帮你抄水电 这里一切自己来 唯一好处是房子便宜 在上海租房子 你还有另一个平价选择 目前我位于的是 当地传统小区俗山老工房 我们来看一下内部装潢 虽然空间方面有点小 不过该有的都有 这里有厨房 还有卫浴设备 以及两间卧房 平均的月租消费是 一个月2500块人民币 换算台币下来 大约是一万多块台币 好 随便买啊 另外算 然后大家说 神明用 神明用 他不一定会住给台湾人 可能住给大伦 大伦会疯狂地使用 如果有这种免钱的 他们也知道我们都过来台湾 那这免钱是快拿啊 三年前 Jimmy先来上海打拼 同一个星期借税朋友沙发 为了找到安居所 最高纪录一天看六间房 你没接传统器 反正他就是疯狂地扣 门打不开哦 他自己门打不开那里 然后而且那门 根本就不用开 我觉得一扯就整个坏了 你知道吗 他就这样一直开一开 真的跟鬼屋 因为他没有灯了嘛 被断电了 就断水了嘛 就跟鬼屋一样 你知道他那个 就是那种青苔都有了 然后什么都有 然后他看到他也吓到 他说怎么这样子啊 疯狂看悟后 Jimmy悟出一个心得 他网路上的图片 是不是也是幸好吗 绝对是情况在哪 永远带不到你看 没想要的 但先带你看很烂 然后再带你看一个 稍微好一点的 但是你会觉得 这个好棒 你会马上 然后他会马上又吹出你 说马上定价 马上定价 这样安娜 可能金额不高的 你就安娜就定价了 来上海一年后 Jimmy想从老房子换租 搭房子 这一层豪华公寓 是Jimmy兄弟党 和另外两名室友 一起分租 月租一万人民币 近五万台币 超高族行代价 前提是 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 月薪全超过 一万二人民币以上 他会准备告诉你说 这确定是我的房子 然后我不是 就是二房东 当下就会一起 大家一起对 一起写 然后刚才有几个东西 有几样 Jimmy也建议 在上海租房子有四大原则 先参考台大PPT 台客租物网 寻找速度讯息 如果想找大陆房仲帮忙 记得留名片 确认身份 就怕钱收了 人落跑 签约要选在房仲所 物业所 三方都有保障 所以通常我来帮上海租房子 第一个要建 就是要搞清楚租金怎么付 但他们这边是有特殊的传统 你说压一付三吗 我们会这样算 我们就是一次都要缴四个月 正常来讲 通常都是压一付三 他绝对不会帮你去立案 然后让你去报税 要嘛你租 要嘛我不给你租 你要我开发票不可能 Jimmy的上海生存季 正是台湾年轻人 稀进的生活缩影 当然也有幸福案例 这两名女大生 半年前来上海当台干 他们住的地方是公司临时办公室 现在是三人窝居的乐园 我知道基本行情 光套房 就是要五六千 甚至 那跟套房差多少 台湾的话 有个套房 台币八九千 台币八九千 但你刚说他这套房五千的话 这块一块一块一块 一块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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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租六千人币 加水电全部公司租 让员工省下薪水开销 这样的好待遇并非人人有 取决于你怎么和东家谈条件 根据统计 目前二十到三十岁的宝岛青年 感叹工作难找 有六成五的人想吸进场天下 得先摸透上海租金行情 举例精华地段 靠地铁线 浦东陆家贼 补西静安 徐慧如湾区 分租三房两厅 租金最少八千人币起跳 近四万台币 住市郊或十五坪以下老屋 租金平均两千到三千五人民币 近一万七千块台币 通常四千到七千的租金 有两到三百元的砍价空间 这样细算下来 租金还是远高于台湾 两到三成 想竹梦上海 大臣居不宜